今年11月央行发行的泰山纪念币深受追捧 经过之前的预约兑换 剩余的泰山纪念币将从今天开始进行现场兑换 先到先得 浙江省代理兑换的是中国建设银行 今天早晨有一位去现场兑换的顾客反映说 他对银行有质疑 泰山币全称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泰山普通纪念币 单枚面值五元 黄铜合金材质 背面有泰山松柏 日出 挑山公 南天门等图案 全国发行数量1.2亿枚 浙江省535万枚 纪念币可以当作等额的货币流通 但人们更多的是看重它的收藏价值 经过11月底的预约兑换 不少人已经拿到了泰山币 记者在某网购平台上搜索了一下 有人在以四五倍的价格转手 今天剩余的泰山币进行现场兑换 李先生得知消息 早上7点40分左右 赶到了中国建设银行 杭州重贤之行 但他说自己遇到了一件怪事 银行规定是8点半开门 但他7点50已经把银行大门打开了 他没按正常流程再去走这件事 李先生提供了一段视频 拍摄时间是今天早上7点50分 视频中一位工作人员不停地劝说 让大家不要再排队了 李先生提供了另外一段拍摄于8点18分的视频 李先生站在门外 拍到了有十几个人被提前带进了银行 李先生认为还没有到规定的营业时间 银行就把一部分人提前放进去 他怀疑是不是有猫腻 记者找到建行杭州重贤之行的徐行长 李先生拍到的就是他 徐行长说 李先生误会了 实际情况是 他们之行一共有12卷240枚纪念币 按照央行的规定 每人最多可以兑换20枚 他看到门口排满12人之后 考虑到天气太冷 就提前把他们带进去了 那我呢特级按照上面要求 是提前6点半的时候 基本上到这里了 那么到这里以后呢 发现有三位客户在门口就等着了 到7点16分左右 就有可能有12位左右 基本上已经满了 那么这个要求呢 是每个人凭身份证 兑换20枚 那么相当于100块钱 是这个概念 那么后来呢 排到后来以后呢 因为确实外面时间比较长了 风也比较大 那么有些呢 可能不方便 就是包括有些低血量的 为了照顾他们身体 那么我们提前呢 把这差不多8点左右 把这个门开了 让他们到里面来排一下 徐行长说 所有提前进来的12人 都是最先在银行门口排队的 不存在关系户 为了避免误解 他特意在7点18分拍照留证 照片中的人 在银行门口依次排开 徐行长指认 李先生拍摄的视频当中 这位背红色胯包的大姐 就是队伍中的第12名 徐行长还解释说 因为一般兑换人 都是成卷的20枚 直接带走 几乎不会有人单买几枚 所以他就让 排在后面的人别等了 为了进一步合适情况 随后记者联系上一位 早上对到纪念币的曹师傅 李先生表示 他接受银行的说法 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纪念币市场有起有落 还要理性对待 姚伯伯晃经验记者报道